大家好,我们是Simon和Selina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上一集,我们带大家来到了奥勒冈州的Yahas Devost Churn Florence小镇和Cat Perpetua 这一集,我们即将要继续往北移动 如果你是新来的朋友 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 请不要忘了订阅 就不会错过我们的影片哦 我们即将离开Selina RV Park 前往Newport的Willis Rest的营地 这个营地距离Newport Equina Bay 只有10分钟的车程 Equina Bay大桥是一座拱桥 横跨奥勒冈州 Newport以南的Equina湾 Equina Bay是一个半封闭的水域 面积约8平方公里 与太平洋自由连接 但也被来自Equina河 陆地的排水系统的淡水稀释 所以这里有很多的螃蟹 被类可以捕捉 甚至还有很多人会坐船出去海钓 我们每次经过 都会看到他们捕获很多渔获 最多的就是Pacific Harlebutt 也就是太平洋大比目鱼 我们经常会来这里抓螃蟹 它只有两种 也就是Dogenous黄金蟹 和Red Rock红蟹 在捕捉黄金蟹时要注意 只有公的汉要大于5又4分之3英寸 才可以带走 一天最多12只 红蟹不分大小或公母都可以 一天最多24只 这里还有很多海鸥在天空盘旋 每当我们要离开时 就会把剩余的耳 也就是鱼头或是鸡肉 丢入海中 海鸥就会来争相抢食 海里面有一群小鱼 海鸥会潜到水里面去觅食 我们捕捉到的螃蟹 只要清蒸就很美味 新鲜又鲜甜 又是退潮的时间 准备好工具就去挖Muscles 海滩的岩石上可以看到很多海星 在奥洛冈州只要一年花28块美金买执照 就可以捕捉这个表上的海产 很值得 在Equina Bay的北侧 有一个Equina Bay Lighthouse 在1871年到1874年是华盛顿州和加州之间 许多沿海港口中最繁忙人口最多的地方 Equina Head Lighthouse 也称为CAP4Water灯塔 塔高93英尺 是奥勒冈州最高的灯塔 土地管理局负负责管理灯塔和围绕它建立的100英亩的Equina Head 洁出自然保护区 进入这个地区 只要每辆车支付7块钱美金的入场费 就会有导游带领你进行灯塔的历史之旅 Equina自然保护区也是野生动物的家园 它的步道将带你欣赏鲸鱼、海鸟和充满生命的潮汐池 就在101号公路旁 这个绝佳美景 是我和Simon很喜欢的地方 前面是一望无际的海洋 后面就是一大片的草原 这么优美秀丽的风景 除了我和Simon之外 没有其他人 停车场上只有我们一台车 真是太美了 也太幸运了 我们离开了Newport 来到了Seaside 这也是我们很喜欢的营地 离市区很近 走路就可以到海边 桥上还可以抓螃蟹 我们每天早上都把笼子放下去 晚上再来收 营地附近就有很多的景点跟步道 每天去不一样的地方 回城时就是紧张的开讲时刻 看到那么多的螃蟹 真是太兴奋了 带回营地又是饱餐一顿 这个岩石中文是甘草堆岩石 它是由玄武岩组成 由南山和哥伦比亚盆地 约15到16百万年前的熔岩流形成 熔岩流创造了许多奥勒冈州海岸的自然特征 甘草堆岩曾经被连接到海岸线 但多年的侵蚀 使整块巨石与海岸分离 Hasteg Rock 以南的三个较小的乡林岩层 统称The Needles 看到Megle Bridge这座桥 就知道我们已经来到了奥勒冈州的最北边 就在桥的附近 我们来到了Astoria Clown 从这里看过去就是华盛顿州 Megle Bridge 横跨哥伦比亚河 从奥勒冈州到华盛顿州 全长4英里 也是美国最长的连续横架桥 Astoria Clown 是125英尺高的圆柱 站立在600英尺高的山顶上 顶部有一个景观台 在景观台上就可以俯瞰 哥伦比亚河 华盛顿州和奥勒冈州的风景 开过了Megle Bridge 就到了华盛顿州 我们来到了Long Beach 这是Simon在抓Rizal Clown 不管大小 一挖到就要带走 不能挑 一天最多15个 这是一家景观餐厅 百费吃到饱 价位很便宜 我们喜欢走步道 来到了Siyuslo国家公园 这里有一棵近600年历史的巨型云山 高185英尺 周长40英尺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奥勒冈州旅游 我们将会继续分享奥勒冈州 和前往华盛顿州旅游的影片 敬请期待 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 不要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就不会错过我们的影片哦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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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